大家好,我们的族友周春梅,王慧霞,张建梅,和杨爱玲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字母M 我们为字母M选了Monas 我们选这个因为对我们来说 从所有的选项中这是最简单的 那如果你要比较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去过那边 Monas是一栋重要的纪念塔在雅加达 独立殿堂位于Monas的堆址部分 通过南北门楼旋行楼梯 可以到达包含各种独立象征的会馆 这些门在播放民族主义者巴达姆诺克利的歌曲 然后门慢慢打开 接着苏卡诺朗朗读宣文文本的录音 95年8月17日 印尼独立宣言的17号 8号45号被编入纪念塔 Monas的建设分三个阶段进行 1961年 1962年到1964年和1965年 苏卡诺朗诗开工和诗诗驾驶 混淫土装 基地里的博物馆墙壁在10月份完工了 Monas于1975年7月12日 证实向公众开放 Monas上面有14.5吨的青铜独立火焰 上面有装升降方案发动剂 火焰的底部是层碑状 高三米 纳青铜火焰结构高14米 直径6米 有77段组成 那看起来很像冰淇淋耶 好 我们为大家做了一篇短文 如果你来加达 一定要去拜访我 我是从事里最高的纪念塔 大家一起来纪念印尼对荷兰的独立斗争 走到最顶端 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风景 不仅如此 如果觉得无聊的话 我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可以去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